大家好我是豐哥 欢迎收看史丹利健身事件番外篇 丁特与Toys的爱恨情仇 在史丹利与馆长吵的时候 史丹利有跟Toys通话交流 Toys就叫史丹利怎么处理跟馆长的事 不过中途丁特打给史丹利 他说当初就是被这张嘴片去被炸毒的 看起来是想做效果凑一下Toys 但是这就让Toys不爽了 随后在自己的直播上面怒叛丁特 而丁特也在不久之后开直播反击 丁特表示会把这次的直播剪成精华 让Toys随时复习自己对丁特做过的事 那既然他要剪精华 就不用他昨天直播的画面了 简单复述一下给没更大的人听 以下就为大家整理了 丁特对Toys直播那段话的逐一反驳 丁特这边是说 干你Toys屁事才对 他跟史丹利与馆长都有关系 一个是麻吉 一个是赞助商 也因为史丹利的事跟馆长经纪人小宇谈到凌晨四点 我炸赌炸到你钱了吗 好第一次 射龙们后来他妈你赢钱走的 真的炸赌你他妈你会赢着钱走吗 第二次你也是赢着钱走的 说真的我我真的该做的 后来该补偿的我全部都做到了 你说什么炸不炸赌的 我赔了总共前前后后1600万 那你可能没有拿到你可能心里很不平衡 因为你没有被炸到你可能觉得很可惜 炸赌的部分丁特反驳说 他是射龙们被炸赌输前 不过德州扑克赢比较多 所以才赢着钱走 说特别是炸赌 德州扑克还输他 因为他赢着钱走 所以就没炸赌他吗 这个是世界冠军的逻辑吗 我跟丁特的仇恨应该是从HKE 我被冷冻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因为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虚假的人 为什么呢 这种人在我离开的当天 我被赶回去香港的当天 我被钟培生赶着回去香港 我自己买的电脑被钟培生的团队偷走了 我报警了 当天警察来了 唯一有慰问我的只有史丹尼 丁特你妈那个鸡巴还在直播嘻嘻哈哈 后来我回去香港被冷冻的时候呢 他在直播上面假哭 假哭哦 说很可惜没有跟我吃到一顿饭 说来不及 说来不及啊 我当天被赶走 一句慰问也没有 在直播嘻嘻哈哈 然后我当天无家可归 我去一个朋友家里住 我隔天也还在台湾 他在直播上面哭 你们现在找精华都找得到哦 哭哦 真的当下这个人一句话都没有问过我 那你被炸也是刚好啊 我他妈的就算我在你的这个直播生涯里面 无功也有劳 我在HKE当年开直播 天天都是三万人 Everyday 每一天 我手牵手带着你做直播 从你一百人 做到一万人 两万人 我被钟培生冷冻 电脑都被偷走了 你还能在直播前面嘻嘻哈哈 当做我不存在一样 他说七年前TWICE被扫地出门的时候 他只是在做好自己的工作开直播 不嘻嘻哈哈难道要哭吗 直到TWICE电脑被搬走他才觉得怪怪的 而知道发生什么事之后 在直播上面哭 对不起 对啊 可是最后 就像我刚直播说的 他有一天突然回去了 就是我们连一个饭都 都来不及吃 那我不知道我累怎么想 我累可能觉得没差吧 但是 最后来说 也许刚才不会再回来这个地方 然后 他说影片一百多万观看 只有TWICE觉得是假哭 从此就跟TWICE有心结 不过在TWICE经济困难 问自己借30万的时候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那是丁特存了一年的钱 因为他觉得TWICE实况上面对他有恩 之后丁特就细数TWICE 因为七年前的这件事弄了他几次 第一 叫粉丝po完爆料他堕胎 就是当年PTT爆料丁特的堕胎事件 其实是TWICE怂恿粉丝去po的 第二 拍牛排影片抢线他发布 当年丁特跟TWICE分享了一家好吃的牛排 也表示自己拍了影片要上 结果TWICE马上去拍了影片 还叫员工抢线相片 还丁特被冲骂抄袭 丁特也秀出TWICE的前员工阿嘎的对话证明 第三 炸赌 他说大过年的无家可归去朋友家打牌 结果被炸赌还要被拍影片 被网上的人耻笑 讲完这些之后他就问 到底要为七年前的事付出多少代价 才可以得到TWICE的原谅 他说每次把TWICE当成朋友 就会被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捅一刀 把他当成敌人至少还可以防着 最后表示如果馆长真的要跟TWICE合作 那他的BYG就不会继续跟馆长合作 因为战队不能跟炸赌扯上关系 那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下次见 拜